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地铁国贸站的东南口 地铁在经过这些站点的时候呢将会甩站而不停留 疫情下北京关闭了13条线的70个地铁站 平时人满为患的北京地铁瞬间变得很空旷 虽然现在是早高峰时段 但是车厢里的客流量还是相较于之前相比呢 是有了大幅度的减少 面对多点散发的疫情 北京许多区采取多轮核酸检测 7个区以及其他区部分的接证继续开展区域的核酸筛查 社区电维高风险区域第10天 我们住户已经被要求做了8次核酸检测 而且还要继续做4个出入口现在封到剩1个 在社区都还没有筛检出确诊者的情况之下 10号又收到一份新的通知 现在住户进出都得先办理临时的出入证 而世界卫生组织WHO 10号罕见的批评大陆的动态清零政策需要改变 世卫认为大陆应该考量清零政策 对人权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尽管各界出现了反对声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旧坚持动态清零绝不动摇 TVBS新闻朱光宏林敏珍北京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